校空镇武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 东北地区形势复杂 土匪势力交错 各占地盘 民不聊生 军阀林国栋与七大蚁 退隐江湖的武林高手隐居于此 他们把土匪消灭得干干净净 保了镇民平安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故事简单 民国题材是目前最火热的题材 江湖奇材打鬼子 最能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 世外高手桃园霍氏 也是武侠片最常用的路子 并且还交织着爱恨情仇 影片中小裁缝娇婆四 开饭店的姐妹麦当娜与麦当红 当奶妈的花天娇 倒是甲乙饼 卖胭脂髓粉的小喇叭 跟快活林老板娘戴玉姐 七位隐居福星镇的武林高手 为了维护一方清静 重出江湖联手退敌 七位高手之中 男女老少高矮胖受接距 性格迥异 各自暗藏心事 除了幕布侠家的奇功艺术 更是闹出不少令人捧腹的迥事 这部电影既有袁华 洪金宝这样的功夫喜剧前辈 又有郑中基 吴君如 曾志伟 以及谢娜这样从里到外 都豁得出去的搞笑达人 各种笑料 奇招怪招见招 招招搓中笑点 还有那王祖兰演一 从断背山上跑来 渐渐惹人爱的极重口味搞笑 简直是看点十足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